对不起 您拨打打有呼 暂时不然接听 请稍后再拨 喂 文笑 徐墨尘不见了 你赶快到会场来一趟 好 你们先采摆 半个小时我到会场来处理 现在刚好处于高风期 怎么办 萧氏光年已经三个月 没有什么迹象了 再不想办法的话 这一铺真的要保不住了 不好意思啊 我帮你捡 小心 小心点 对不起啊 我赶时间 能吗 这个人真是 不好意思啊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 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那个家伙是故意抓我吗 可我钱包还找帮手 哎 哎 小偷站住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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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算接电话了 赶紧回来 大单子 来了个大单子 三小时之内改三件衣服 三小时改完三套 不接 三小时之内赚五千块 你考虑清楚啊 五千块 好 我马上回来 别让我撞到你 你别着急 老板马上回来 他对我的设计如果有什么不满 可以直接说 没有必要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耍手段 实在不行的话 先联系名气不亚于他的模特 或者明星 不行 发布会不能延迟 更不能替换手机模特 现在台下做的 都是时尚杂志社的编辑 还有著名的时尚评论家 如果现在替换模特的话 会引起大家的猜忌 现在时间还够 再等他们 凯文 先让其他模特准备 如果开场了许莫辰没有来 把他顺序往后调 那如果到时候 他人还不出现呢 他父亲是迪爱的创始人 他一定会出现的 你别着急 岩下马上就能回来 三个小时之内改完三套衣服 对岩下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你再等等 我再打个电话退一下好吗 你干什么鬼呢 赶快回来 赶快回来 打他马上就要飞了 赶快回来 如果迪爱最终属于我 你会留在我身边吗 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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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回来了 不好意思啊 入水有点事耽搁了 我马上帮你量身 不不不 要改的人不是我 你只要按照上面这个尺寸 修改就可以了 对不起啊 我家的店只接受 本人量体后再做改量 量体才艺需要 最精准的尺寸 不合适的尺寸 就算改完 也不会完全合身 我要对我的客人负责 请您稍等一下 你弄什么 五千块呀 累死我了